你才敢说我怕死 我就杀了你 你杀了我算什么本事 有本事你去杀旁娟子 吓破了你的狗胆 你不敢 孙殡被旁娟围困数日 城中粮草告急 甚至出现了百姓抢粮的事情 快快快 怕什么 大不了一死 饿死也是死 打死也是死 孙殡仔细一打听才知道 原来百姓的粮食已经被克扣 这才发生了动乱 把他带走 一阵打斗 终于将此人拿下带回殿中 孙殡没有责罚 反而是为他松绑 其实是我让他扣罚你们粮食的 知道为什么吗 粮食不够了呢 没想到孙殡语出惊人 城内粮食非常充足 自己克扣粮食不放 就是为了逼迫百姓抢粮 营造出军中缺粮的假象 引诱旁娟上当前来攻城 这样太子才肯发兵相助 怪不得人们都说 军师的胸中有妙计万千 庞娟虽有十万大军 也难以斗骨军师啊 也过其次了 回去不要告诉别人 知道 他刚刚回到城池中 就向身边的弟兄吹牛 将孙殡缺粮的假情报 透露给几个人 而魏国的奸细就混在其中 孙殡又命人 在城内贴满告示捉拿奸细 却暗中故意放走了他 把假情报带给了庞娟 庞娟得知孙殡粮草告急 决定率军攻打成高 没想到太子听闻 依旧不肯出兵 太子解释 汉王曾经嘱咐过自己 不能与庞娟正面交手 自己不能违背军令 等庞娟与孙殡 两败俱伤精疲力竭时 再主动出击 一股作气消灭卫军 沈大夫表示 自己会率军亲自营救军师 太子慌忙拦住 沈大夫气急败坏 大骂太子是苟且偷生 胆小懦弱 太子也恼羞成怒 你才敢说我怕死 我就杀了你 你就是杀了我 到了鬼神那里 我也骂你怕死鬼 怕死鬼 你杀了我算什么本事 有本事你去杀庞爵子 吓破了你的狗胆 你不敢 二人激烈的争吵 也引起了将士们的关注 众将士纷纷请战 大将军 如果我们按兵不动 成岛失线 士兵们是不会原谅我们的 我何尝不想出战 可庞爵有十万大军 万一我 我怎么想付我交代呢 太子最终还是怂了 对战庞爵 他心里也没有底 周围的将军提出 我们不是有军师的妙计吗 孙斌的妙计 从来没让我们败过 解救成岗 我打算采取 树上开花之计 韩国太子经过众人劝说 决定出兵支援孙殡 召集众人不知战术 你们知道什么叫做树上开花吗 本来树上是没有花的 差一些假花也就有了花 太子打算从四个方向派军出击 将旁军团团围住 可是韩国的兵力有限 必须要将主力部队集中在一个方向 其他三个方向派出少量兵马虚张声势 想办法营造出一种千军万马的感觉 可以在战车后面悬挂树枝驾马及驰 卫军从远处一看 四周黄沙漫天 根本分不清韩国主力位于哪个方向 必定手忙脚乱 而我们趁机将粮食送进城高 顺便剿灭敌人 太子说得头头是道 引得周围将士夸赞不已 这逼叫他装的 好像真跟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一样 为了抢夺功劳 太子决定率领主力部队正面营敌 其他三股小部队在不同方向虚张声势 如果旁军知道大将军在城东 必然知道是我韩军的主力 其他三路树上枝花 开得再好也难以乱真 你说的我早已想到了 于是他叫副将从正面营敌迷惑魏军 旁军听说敌人兵分四路讨伐自己 而且每路都有几万人 感觉有些不可思议 推断一定是韩军虚张声势 终于到了出战这一天 两军对峙大战一触即发 大将军 军师的树上开花之计 是为了须将生事 你说什么 谁告诉你的树上开花是军师之计 申大夫 胡说 这是我的计策 大将军 申大夫说 申大夫是不是还说我害怕旁军 我今天就是要让他们看看 到底是我害怕旁军 还是旁军他害怕我 太子知道谎言被拆穿 恼羞成怒 立刻下令率军主动出击 旁军见状一脸的不屑 这条傻鱼也太容易上刀了 旁军略施小技 命令两小队兵马 悄悄绕到太子背后包围 太子大惊失色 好 我不但要活救孙殡 还要活救太子 旁军刚高兴没多久 手下前来禀告 说自己率领的部队被孙殡打败 韩国的粮食已经运进了城池 王八蛋 不过旁军还是稳定住了情绪 虽然孙殡没能成功活捉 但是现在太子已经落入了圈套 自己用太子去要挟韩王 一定可以逼迫他交出孙殡 旁军派人告诉太子 想当面和他谈谈 我在这里等他 庞严帅想请你过去 我可不会上他的当的 他要想见我 就让他来 否则无话可谈 对方见太子不肯上当 灵机一动便使出了激将法 怎么 如此英勇的大将军竟然害怕元帅 这招果然奏效 太子答应前去同旁军会面 但是也提出了条件 双方只能各带一架马车 在两军阵前见面 魏将变得有些犹豫不决 太子直接开口嘲讽 怎么 你们家的庞元帅 是不是怕我 我们庞元帅谁都不怕 庞娟答应了他的条件 两人单独在阵前会面 上次贾到法国 我胜大将军一筹 今天大将军树上开花 有胜我一筹 当然令我刮目相看了 只是大将军救孙殿心切 落入了我的包围 算是为我找回了一点面子 太子刚想得意一下 没想到旁娟画风一转 开始贬低太子 孙殿精明啊 孙殿正是摸透了你的秉性 才让你到城西去树上开花 因为他知道我会帅大军来对付大将军 如此一来你必陷入我的包围 只有我派大军清朝而出 才能为成高运尽粮食创造机会 孙殿这人不讲究啊 为了自己竟然拿你来作为诱饵 作为你们的对手 我都看不下去啊 我为大将军可惜啊 大将军不该死 将军战死疆场 是无上的荣耀 庞娟说韩太子可是未来的军王 那可是号令天下的人 难道不比做一个战死沙场的将军 强上百倍吗 何况是本来该死的孙殿 你去代替他死真是可惜了 庞娟疯狂地挑唆太子与孙殿的关系 庞娟见到太子内心起了变化 又借机提出想要将他带到魏国 暂住一段时间 你是要我投降 不 只能说是人质 可太子表示 如果投降 传出去将会身败名裂 庞娟狡辩道 如今许多国家都派太子去别国做质子 这也是目前的一个趋势 你来魏国会为两国的友好交流做出贡献 这次你帮了我 以后你做了君王 无论你的国家遇到什么样的危难 我都会率魏国大军前来帮助 庞娟又承诺 只要太子一个人 将所有的将士全部放走 并且将成高归还韩国 太子听后开始动摇了 表示自己需要回去思考一晚 明早再给他答复 到现在 孙殿还没有出兵救你的迹象 他大概是不会来救你的 他就是想救你 也没有这个能力 可孙殿并不像庞娟所说的那样 此刻正未救太子急得团团转 你有办法了 还是书上开花 晚上太子与将军促息长谈 感慨万分 自己本来是替孙殿解围的 这下可好 到最后还得靠孙殿来救自己 大将军 还是再等等吧 军师不会做事不管的 他管个屁 他要管 他早就出兵了 大将军如此之说 看来我不该来咯 太子看见忠离春后 就像是看到了救命稻草一样 连忙请求他带自己杀出重围 魏军大营里 庞聪建议现在就将太子抓来 免得持责生变 可庞娟表明了自己的真实意图 他认为孙殿一定不会坐视不管 亲自率大军拯救太子 等到孙殿一出现 自己将他和太子一网打尽 庞娟自以为计划天衣无缝 可孙殿却更胜一筹 使出了一招令人琢磨不透的计策 顿时就令庞娟懵逼了 到底是什么计策呢 这个我们下集接着再讲 喜欢太史的朋友 记得点赞关注加转发 太史在此先行拜谢了